《易經》啊 本身呢 它講求的道理呢 就是一個便意 不意呢 還有什麼 簡意 這個話 非常多人都會說 可是了解它的神的人不多 我們知道傳諸位呢 就是要諸位如何用神 好用神 便意之道 你看上面寫的 隨時在變 它不見得這個像 因為像常常在改變 事情不會發生的同樣的 但是你看到外相裡面的神是一樣的 但是事情一直在變 會讓你confuse 那你如果讀了《易經》以後就不會讓你 會搖不清 什麼叫做不義 所有的事情呢 它都會變但是 它的真理呢 它的道理永遠不會變 這不義的 我們介紹《易經》 就是介紹諸位 天地之間 所有的萬物 身羅萬象 所有東西的能夠洞察到幽民 你們看不到的東西 都可以看到 什麼叫簡易 簡單 把所有最複雜的事 把它簡化 如果你讀了《易經》以後 你把《易經》越弄越複雜 弄得自己也搞不懂 然後教了人也沒弄懂 就是你沒有讀通《易經》 《易經》這個字兩個字呢 《易經》這兩個字的意思呢 簡單來介紹 就是如果你讀通了這個經書的話 會把天地之間的所有的道理 全部簡化 一通百通 所以禪中的禪 是不是這樣子寫 是不是指色是簡單的單 那你說老子 這個《易經》搞什麼啊 舉例給你聽 我們講《易經》 我這下面講的《易經》呢 完全是由《易經》的《項》來講的 這個《項》 大到可以看整體 小到可以看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從《項》上面來讀圖 來把《易經》的原文呢 它的精神 從圖上面解釋出來給你看 這個時候 如果以後看到圖 就領悟了 心領神物才真正是你的 好 我們不會去介紹《易經》的詞 哇 什麼謠詩愛詩問 掛詩一大堆那個書 好 世界上現在很多人研究《易經》 都得到它的詞 《易經》的文詞呢 背得起來很多 然後它沒有神 沒有真正的體悟到神的位置 好 這個《項》 我順便舉一個簡單的項給你看 好 各位 如果我寫東 南 西北 我畫一個這樣子 如果我再寫一個東南西北 我畫個這樣子 各位兩個一不一樣 是不是一樣的 那我這樣的畫 這樣的畫都要一樣 由我們開始畫圖的時候 顛倒正盤 你看它都是一樣 你不要擾盡死盤盤的日記一個 我來看看 好